最后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消息 道琼斯工商指数上涨22点 收于18574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点 闭市报522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上涨4点 闭市报2182点 美国星期三的股市小幅收高 美联储7月会议记录显示 官员们认为美国经济的风险降低 但在未来加息问题上存在分歧 分析认为 鉴于经济低速增长以及低通胀 预计在今年底美联储只会加息一次 而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报告显示 美国上周原油的库存连续三周 大幅上涨之后出现下跌 进一步刺激油价 国家油价连续第五天上涨 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 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 为涨了0.21美元 报每桶46.79美元 另外黄金的走势反复 12月份交割的黄金 期货价格下跌8.10美元 收于美安市1348.80美元 美安市1348.2019美元